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快 講到健康 肝病是國人的國病 然後前一陣子 娛樂版跟體育版 都發生了總教練郭太元的 肝病的這個新聞 他過去好像曾經是 V型肝炎的代源者 後來發生了肝的腫瘤 這個還好腫瘤發現了早 切除了早 然後呢 這個打了一場球賽 回來之後 竟然發現突然有A型肝炎 在台灣 其實肝炎病毒性的種類 非常多 ABC都是非常健的種類 那到底怎麼樣 護肝跟養肝呢 待會兒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會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好 今天朋友 我們一起分享了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 是醫生好朋友 劉伯仁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 洪素卿 大家好 再來是醫生好朋友 蕭多仁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王美鳳大哥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黃錦榮師傅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洛金翰師傅 大家好 好 素卿肝病是國病 那很多名人都得病 那可是肝病 並不一定是絕症 這次郭太元發生的案例 他就有A型肝炎 B型肝炎的代言 他本身也曾經發生 發現過肝腫瘤嘛 對 沒錯 大家看到這一個牌子裡面的 八個罹患肝病的名人 他們來自不同的領域 不論是在體育界 或在演藝圈 或是政治界 他們共同的特色 除了他們都罹患過肝腫瘤之外 其實除了孫中山先生 我們不知道之外 其他的七個 還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們都有B肝 對 所以大家必須注意 事實上 所以有B肝的情況之下 如果沒有好好的追蹤 有可能就會錯失 肝癌最好的飼料機會 也就是安君燦的問題 對不對 明明是非常的年輕 也知道自己有B肝 可是最後大家檢查出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多的 多發性的肝腫瘤 不過比較值得注意 是這一次郭泰雲 郭總教練給大家的案例 就是說 大家會認知B肝跟C肝 這兩種病毒性肝炎 基本上可能你想說 他們都是血液傳染的 所以老實說 我如果不要 現在已經很少回收針頭使用了 所以如果不要 隨便去亂刺青 跟人家用針具或幹嘛 這到底感染到的機會 是相對少的 可是A肝不一樣 郭泰雲 郭總是罹患到A肝 也是這一次 可以提醒國人注意的疾病 是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早年 像我們年紀比較大 超過40歲以上的人 因為當時台灣的環境 比較沒有那麼衛生 所以我們幾乎都感染過A肝 因為衛生環境不好 那A肝得了過之後 你可能自己沒有感覺 就過去了 於是你就有了抗體 可是年輕人 幾乎因為生長 還比較乾淨的台灣 他們其實身上 完全沒有A肝的抗體 所以如果他們要去落後地區 甚至吃一些生食的東西 就要特別留心 有沒有可能感染到A肝 像最近有個醫生就說 他臨床也遇到一個案例 他來的時候就只跟醫生說 他覺得他好像感冒了 因為他人有點累累的 那醫生說他看他的時候 真的只覺得說 皮膚有一天天黃沒有很黃 可是眼睛沒有黃 因為這種情況下 他通常覺得應該還好 可是他說他當時心中 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就覺得 為了保險 他說幫他檢驗一下 驗血一驗 果然他是肝炎發作了 對 所以像郭太元這次一開始 可能也很像感冒的症狀 所以A型肝炎 有些人可能就在以為是 感冒症狀中默默就度過 你就贏了肝炎病毒 可是有可能像郭太元這樣 可能變得很嚴重 需要住一下院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那先問一下肖醫師 郭太元的病史 好像有B型肝炎的代源 可是這一次是引發他不舒服 是來自於A型肝炎 AB兩種差別在哪裡 A肝跟B肝不太一樣 事實上我們這個圖表 圖版上有ABCDE五種肝炎 那我們可以知道 A跟E型肝炎 事實上是飲食傳染的 BCD是經過血液傳染的 當然過去 因為台灣地區大部分的肝癌 90%都跟BC肝炎有關係 因為它會變慢性 但是A肝跟E肝比較特別 它得到以後 要不是死了就是好了 因為它沒有慢性的問題 所以它這一次是 它運氣好 回來還來得及 假如說往猛爆性肝炎那邊走 就糟糕了 所以A肝有一部分的人 就會變成猛爆性肝炎了 對 那搞不好就是鄉民常常講的爆肝 就是很急促 然後致死率很高 對 因為它黃膽已經衝到11了 我們正常是1以下 所以11了 因為黃膽越來越高 事實上就表示說你肝臟的功能衰退了 所以那時候是猛爆性肝炎 等於是衰竭掉了 是死亡率是相當高的一種疾病 那蕭醫師我再問你 國人最常得到的肝病肝炎 是B型肝炎對不對 代言跟相關的案例可能這個有兩三百萬人 兩三百萬 有B肝的人比較容易其他得到A肝 C肝 D肝 E肝嗎 得到B型肝炎的人才會得到D肝 因為D型肝炎是必須要有B型肝炎的存在才會得到的 所以B就有可能變成D 會得到D 對 而且過去研究知道說 D型肝炎通常跟不正常的性行為有關係 跟調劑有關係 所以D肝是這樣 那C肝跟B肝 因為它的傳染途徑是一樣的 共用針頭 那可能那個人同時也有B 也有C 它就一起被傳染了 所以假設是有共同性的話是這樣 BCD會比較連在一起 但是A跟B 它的傳染途徑完全不一樣 就沒有說得到B的人比較容易得到A了 對 那這個要預防A 其實就還是這個飲食的衛生跟安全 要去著重跟注意了 對 可是現在是A肝跟B肝有疫苗好打 CDE是沒有疫苗的 所以現在最好是抽血驗一下 我A肝抗體有沒有 B肝抗體有沒有 假設沒有的話疫苗打一下 A肝打兩劑 百分之百會產生抗體 那A肝打兩劑是永久性的 還是多久還要再補打嗎 幾乎是可以大概20年30年的防禦力 所以打一劑的話半年後再打一劑 這樣就百分之百會產生抗體 所以照你剛剛的邏輯 郭太元 還沒有A肝的抗體是很奇怪的 但是郭太元的學生 很有可能就應該去打A肝疫苗 而且郭太元的學生 跟郭太元一起練球一起吃東西 一起感染的機率是高的 是 沒錯 曉得聽懂了 好 那接下來美容大哥 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養肝的好料理 對 其實每次講到都有講 說如果好 人生是 猜血 說如果不好 人生是黑肥 所以今天準備這道料理就是要猜血 猜血來護肝的料理 而且猜血的護肝 像今天還準備了咖哩薑黃 那這個是很紅的豆 一般人不太認得這個豆 也不太會用這個豆 對 因為我比較常去東來亞或印度國家 其實這是他們的算主食 這是什麼豆 叫做紅扁豆 紅扁豆 它是顏色偏紅偏扁 對 它也有綠扁豆 有黃扁豆 有黑扁豆 對 但是因為為什麼特別介紹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豆是所有豆裡面 唯一不用泡水的 你只要洗乾淨 直接拿電鍋去蒸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蒸熟的 會用水煮熟都可以 所以它生的時候 顏色比較橘紅色 煮熟之後變黃色 對 這是同樣的東西 你不是煮 你是蒸它 蒸熟就可以了 所以有一點點像綠豆人對不對 對 你吃起來 綠豆人煮完也是類似這個質感 對 沒錯 所以你吃吃看 很香 那當然它的營養素裡面 我們現在發現貝塔蘿蔔素 它的葉酸比菠菜還要多快三倍 它的蛋白質比牛肉還要多1.6倍 所以現在很流行 因為美國之前把它評定為 世界五大健康食物 超級食物 對 健康食物其中的一個 因為我很喜歡吃那種咖哩式的料理 所以我今天就 當然薑黃 大家知道現在對肝臟有一些幫助 自古以來在中草藥 那我就準備了這個蒸熟的紅扁豆 那還有一個蔥薑蒜 這也是對肝臟 另外用一點 現在這個所謂紅番茄 鋼筋的紅番茄 還有這個是馬鈴薯 那我們就可以來把它做一道 這個叫香燉的番茄扁豆 好 這個是男女老少連小朋友都會喜歡的風味 沒錯 我理解這種豆沙豆人感覺 真的小朋友會喜歡 所以你們家小孩也喜歡吃這個 對 尤其我把它煮好之後 它有點像泥狀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今天有準備一點麵包 大家可以塗麵包來吃 因為大哥你現在是油炒了 薑泥 還有一點蒜末 大概各一大匙這樣 那再來我們就把這個 你可以用咖哩粉 你可以用薑黃粉 那今天我是用一點咖哩 薑黃稍微多一點 那其實我可以把它加進去 這個大概兩匙 就看份量 我們先加一匙把它炒香 剩下等一下再來補充它 咖哩跟薑黃都可以 然後薑黃也是養肝的好食材 對 主要是把它炒 讓它香氣稍微出來一點 因為咖哩粉或者是薑黃粉 本身稍微炒一下 它香氣會比較好 對 因為很多 很多朋友有時候是 像我們在煮味噌一樣 如果你是最後下 你會發現那個香氣 就比較沒那麼濃 對 那炒通常要炒多久 其實炒一下香氣有出來 其實就可以了 我發現很多食材是 油炒油爆之後 香氣特別高 對 對 對 因為可能油也把溫度拉高 然後油脂可能也帶入化學變化 把它某一些營養素 油溶性的 子溶性的溶解出來 對 所以你看薑跟蔥 那個蒜 你用一點這樣炒一下味道 就很明顯 那我們就把這個洋蔥 這大概是一顆 我今天都把它切成 同樣大小的丁狀這樣 而且因為你打算做沾醬 對 你的丁都把它切到 比較偏細的 是 沒錯 所以這個也可以做咖哩醬 可以拌飯拌麵吃 沒錯 沒錯 對 那我們今天準備一點絞肉 對 一般如果吃素的人 就不加肉 其實這樣炒就是素的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準備一點 這個是絞肉 好 所以現在沒有大哥 在炒香的是絞肉 對 那順便問一下劉醫師 這個台灣除了常見的病毒感染的 這個肝病之外 國人還有一個目前為止 聽說比例也不斷增加的 這個肝的毛病 叫做脂肪肝 對 其實我們一般剛下一次補充很多 就是有關病毒性肝炎 那事實上我們在台灣的脂肪肝的這個 這個肝病防治基金會他們統計 現在國人大概有三成到四成的 這個我們成員都有的不同程度脂肪肝 各位 你不要看這個脂肪肝 好像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不像這個病毒性肝炎這麼嚴重 可是現在發現脂肪肝的話 之後變成脂肪性的肝炎 甚至變成脂肪性的這種肝硬化 是有一個連續性的關係 你想想看你的肝細胞 本來是負責我們必須代謝 合成以前轉育的各種功能 結果你的肝細胞充滿了脂肪 那脂肪來講就像你開在高速路上 你卡了很多路障一樣 它代謝就出問題了 所以一般來講脂肪肝來講 我們現在必須說酒精喝的太多 譬如說我們吃太多甜食 那台灣那個我們這 四處都手上杯飲料嘛 茶飲料 還有蛋糕吃到飽 對 都要加甜的 這個東西來講 它會讓我們血中三瘡肝油脂上升 這跟我們脂肪肝是有關係的 那直肝肝如果說你不去理它 為了二型糖尿病 跟我們動脈硬化 都是絕對有連續的關係 事實上還有很多 像我們酒精性跟藥物 其實我們國內有時候 我自己會去買成藥 買成藥來講 對我們這個 它會影響到我們肝細胞 一種細胞酵素 這個它的活性 那另外來講環境的毒 我們一般來講 比如重金屬 葛 還有孔 還有酸 這東西跟肝功能的異常是有關係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狀況 另外我們的塑化劑 一些污染 那當然我們暴露在一些 化學的工廠的一個狀況 還有現在我們知道 現在PM2.5的問題 其實PM2.5來講 現在發現跟肝癌 也是有關係的 所有黎靈這種的東西來講 就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病毒性肝以外 其他都跟我們的肝病 都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相關性 好 美容大哥炒香了 我們的餡料跟絞肉之後 準備放下去的是馬鈴薯丁 我們把它切一小塊 切成大概一樣差不多大小 那另外一個就是番茄 這是兩顆大顆的這個 紅的牛番茄 番茄會出水 對 會出水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已經炒香的肉 大概就七八分熟了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好 所以肉跟辛香料先炒香 對 所以說假設有脾氣肝的人 他一定要非常規則 每半年要做一次超音口檢查 肝臟在修復當中 蛋白是重要的 抗牙化這個豐富的蔬菜水果 但是要特別小心 你的蔬菜要比水果量大 那我現在把它稍微先炒開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扁豆 那當然這個扁豆的量 就看我們適量 就把扁豆加進去 好 然後扁豆在熟成之後 這一鍋也會天然濃稠 對不對 對 因為你現在蒸熟之後 它就有一點點豆沙豆人的 沒錯 那我們把這個適量 把它加進去之後 我們就大概加這個 大概兩到三碗水 大概醃過它這樣 所以很簡單 對 是 這個做法其實一點都不難 沒錯沒錯 好 那這一鍋就繼續讓它燉煮了 對 我們給它蓋起來 稍微燉一下 等它其他所有的食材 全部熟成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燉它的同時 請教一下蕭醫師 剛剛講V型肝鹽的代言者 其實要特別注意的是 發炎久了一不小心 就可能肝硬化了 對 沒錯 那肝硬化一不小心 可能就肝癌了 這個就是我們肝臟的醫生 常常講的肝病三部曲了 對 肝病三部曲 就是剛剛林寬講的這個 肝炎 肝癌 肝硬化 肝癌 但是有沒有可能 沒有經過肝硬化直接變肝癌 其實是會的 所以我們看這張圖的下面 肝炎是直接可以直接跳到肝癌的 像我們的我們的郭總教練 他沒有明顯的肝硬化 他根本沒有明顯的肝硬化 可是一掃就肝癌了 對 所以因為我們的B型肝炎病毒 會直接跑到 我們肝臟細胞的細胞核裡面 讓他產生癌變 就變成肝腫瘤了 所以說 假設有B型肝的人 他一定要非常規則 每半年要做一次超音波檢查 看看說到底有沒有肝硬化 有沒有肝腫瘤 那其他的肝炎也都一樣 剛剛劉醫師提醒大家說 肝炎有好幾種 不是只有病毒性肝炎 你化學性肝病 還有脂肪肝這種代謝性肝病都是 任何的肝炎都有可能會往後走 所以我們在看這張幻生片 我們想要講一句話說 菩薩怕陰 眾生怕果 那個陰就在肝炎 果你就是怕肝硬化肝癌 我們一定要在肝炎一出現 就是說你的肝功能 GBT異常的時候 就要趕快處理了 你不要等到有一天肝硬化肝癌 你才問醫生說 要怎麼做 那時候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要當菩薩 陰種下去的時候 趕快處理掉 這樣就不會產生後面的苦 對 蕭菩薩今天趕掛了 就說 像他錄影前若師傅已經在約診了 沒有 我覺得真的 我看過肖醫師在看一些患者的時候 他最高紀錄瘦到25公斤 從90幾公斤 你想要降脂肪肝跟腰圍 對 我在想說 裡面的內容是不是跟我一樣 結果我說我要徹底的檢查一下 可是我在我運作的當中 我既然叫肖醫師的方式 我去減肥 既然可以瘦到7斤 所以我覺得他的效果是有效的 他就是要運動跟飲食控制 他其他的你都不用做 所以我覺得是運動真的是最有效的 所以你前一波減10多公斤 就是飲食調整 然後盡量讓自己多動 可是光是這兩個習慣改變 體重就已經差超過效率 然後再加檢查 我看應該效果會不錯 對 這次檢查會好一點 對 真的 越好了 而且你檢查的數字很難看嗎 對 剛剛看到有 大概肝功能有兩倍多 對 什麼東西兩倍多 GPT 就是肝臟發炎指數 上升兩倍 那你是上次檢查 發現這個數字太高 才下定決心調整 然後減重 然後減重之後就期待說 你健康檢查跟相關的數字 可以往下壓 所以如果受一點真的 這個發炎的反應 也可能有影響嗎 這是確定的 脂肪肝的病人 我們的研究 你只要減現在體重的10% 我們幾乎可以篤定一年後 你幾乎百分之百會恢復正常 所以脂肪肝真的透過飲食跟運動 真的會改變 對 減重10% 就是你80公斤你減8公斤 那你抽血的時候 我們一年後幾乎看到都是正常的 可是你剛剛講的ABCDE的肝炎 就不是減重的問題 就不是 就一定要有療程了 對 像B型肝炎C型肝炎 它特別的抗病毒的藥物 那時候大家就要去遵循 真的要找肝膽科醫師 特別的藥 那現在健保局也都是有條件起附 對 A肝沒辦法 A肝就只能趕快打疫苗 不然得到的時候就是多休息 自己會好 好 那美容大哥 我們再看一下你這鍋 有聞到香味 對 其實我們等一下滾起來 其實它實在熟了 我們再來調味 其實就可以了 這樣子 對 它其實滾起來很快 很強欸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試一下味道 我們加一點鹽巴 好 那一般我們再加鹽巴之後 你稍微再給它收水一下 因為我發現其實剛才若是沒有講 其實我們冷氣的肝好 跟體格也有關係 對 因為你的代謝功能會比較好 對 加一小匙的糖 而且可能肝不好 代謝不好 就惡性循環了 那體格可能橫著發展 又惡性循環了 沒錯 沒錯 那這個是芹菜 我們把它切成丁這樣子 好 好 其實我們這樣子差不多 味道我剛才調整一下 你咖哩的味道不夠 我們再加一點 那這個胡椒粉 黑胡椒粒也可以增添一點風味 最後可以再補一點 咖哩的風味跟胡椒的風味 然後喜歡辣椒可以補一點辣椒 對 那維他命C很高的 這個芹菜葉可以適量的 我們不要浪費除了芹菜墨以外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來試吃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了 哇 明洋大哥這個扁豆咖哩 好好吃喔 對啊 我說這個是印度的滷肉飯 真的 而且我覺得很聰明 就是因為我們明洋 他也是不喜歡用那種咖哩塊的人 因為他討厭的裡面 可能油相對比較多 或一些不知道的一些添加物 所以他會用咖哩粉 可是咖哩粉一樣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咖哩如果沒有濃濃稠稠 真的就不是咖哩啦 所以他用的扁豆是很聰明的選擇 因為製造濃稠感之外 扁豆也是很好的膳食纖維的來源 大家一般都只知道膳食纖維呢 跟我們的可能膽固醇有關啊 因為如果使用性膳食纖維啊 可以有助你降低血重的膽固醇 可是膳食纖維其實跟肝的健康也很有關係 因為你知道當我們如果你的糞便長期一直堆在那邊啊 他所產生的一些物質啊 很容易就一路就到肝臟去 甚至他們說為什麼能夠降低膽固醇 就是避免膽酸被回收使用嘛 還是你在腸道裡面這些東西 他直接又回收到肝裡面去 所以當你把你的腸道固得好 你纖維夠多 可以讓你的排泄的這些廢物 順利的出去的話 相對也減出了你的肝臟的負擔 因為他都知道嘛 肝門禁賣 腸子一路就掀到肝臟去了 所有東西送給他 他這裡不好的東西也去了 所以膳食纖維對保肝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問一下劉醫師 肝臟好像聽說真的有500多種功能 對 其實我們肝臟的 不是像大家講的那麼簡單 什麼解讀不解讀 我們被吃進去的 他必須要轉化 他要合成 那他對我們一些和我們的合成都有關係 當然解讀我們知道 不過我特別強調是說 我們在肝臟來講 要修復的營養食材 其實有兩個特性 我們終於講說這個青色鹿肝 所以第一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抗氧化這個豐富的素材水果 都非常重要 因為素材水果裡面 我們剛講 蘇琴講的像纖維 那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來講 我們素材水果裡面 有非常大量的這些抗氧化維生素 不管是A 我們剛講說像B群 或者C 或者E 這些來講 他在我們這個預防肝臟 自由基的破壞 是有很大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然後我們再講說 但是特別小心 如果說你聽劉醫師講說 素材水果多次 我不吃素材 只是水果 那又是另外一個陷阱 因為我們吃太多的水果 如果是高肌癌 高糖分的話 你不是素材 那反而會另外一個負擔 因為我們的糖分高 它會產生三張甘油脂 反而會讓我們肝臟的 這個脂肪肝會加重 所以特別強調 我們講說你的蔬菜 要比水果量大 但多是素材水果 第二個重要營養素 對肝臟修復來講 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來講 我們一天大概 平均以60公斤來講的話 一天大概 可能到80到90克的蛋白質才夠 那蛋白質來講的話 它對我們肝臟功能在修復當中 都非常重要 要記得我們肝臟 要合成任何的酵素 酵素的前期物就是胺基酸 胺基酸就從蛋白質來的 所以我們從植物上 我們的豆類的蛋白 或是牛奶 雞蛋或是肉類 那當然沒有 它這個是用我們角落去做進去 那我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肝臟的修復當中 蛋白質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紅豆裡面 鐵比較多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我記得以前跟大家提醒過 我們貧血OK 有很多原因 你不能因為說貧血自己買鐵去補 鐵是我們需要的元素 但鐵過高是一個非常氧化 壓力非常大的一個元素 所以我如果說紅豆吃太多的話 我本來要負責肝臟修復蛋白進來 我鐵也進來 對肝臟修復來講 反而是一個損傷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問一下蕭醫師 好像肝臟炎如果自知不理的話 有的時候真的有可能 惡性循環越來越嚴重 對 肝病假設不理他 這個就像這兩個都是肝癌 上面這個是一個國小老師 他因為他本身有B型肝炎 那他因為母子傳染傳給小孩 那這個老師從來不來追蹤的 可是因為小孩18歲 他說你要去追蹤B型肝炎 而是說媽媽你都不去 我為什麼要去 他就跑來追蹤了 追蹤第一次沒事 第二次到門擠一看 哇 兩公分的肝癌 這個顏色比較淡的這個就是肝癌 切下來 因為那天外科醫師在開刀房 他太小了 他摸不到 他叫我進開刀房 用超音波去定位 切下來當場照的 這個是切下來的肝臟的組織 這個就是肝癌 這就是肝癌 那這個老師到現在 今年大概3月份才來追蹤 已經20年了 他還活得好好的 那表示他控制得很好 對 也就是說 當時這個腫瘤切掉就沒事了 但是下面這個就是從來不來追蹤的 這個人一來呢 就是說他肚子很脹 一照超音波 哇 12公分的一個腫瘤 那最後12公分不得已 沒辦法開刀去換肝 就因為台灣等不到肝 死在北京 死在北京 換肝成功 兩個禮拜以後死亡 這個就是兩個 一樣肝病兩樣情 一樣肝癌兩樣情 有追蹤的 找到的就是兩公分一公分的 開刀以後20年沒事 是 這種是等到末期已經10幾公分 來不及了 可能就死在開刀旁邊 所以肝病不是絕症 就是調氧控制很重要 那接下來龍師傅也要分享一個 健康又好吃 來這一個補充優質蛋白質的 花枝筍刺羹 對 今天就是我要用這個竹筍跟花枝 做一道菜色給大家分享 那這個竹筍呢 其實我們一般穿燙完之後 就直接是切滾刀塊 或者是切條狀 可能在吃的時候口感會有一點 這個比較硬的感覺 所以我這邊在竹筍上面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個花刀 就是筍刺的花刀的切法 對 那我們記得就是說 筍子去完殼之後呢 我這邊這樣來 先一刀兩刀 然後第三刀把它斷掉 先這樣切 這樣就有三層了 對 因為我這個比較厚 所以一刀兩刀 第三刀把它斷掉 對 然後這下面一塊也是這樣子 師傅你這是綠竹筍嗎 對 這是新鮮的綠竹筍 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非常大 所以你要橫刀兩刀 然後直刀 這個要切三刀 對 一刀兩刀 第三刀就要斷掉了 喔 對 那它尾巴就是呈現一個 那個翅膀的形狀 對 這在吃的時候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對於這個筍子的口感啊 吃起來會比較容易入口 而且呢 我們在其他 像在巴附那個醬汁的時候 會比較 它會比較容易入味 對 這是我們這個損失的切法 硫黄酸在我們海鮮裡面特別多 它這個裡面到我們肝臟以後呢 它會結合有害的物質 從我們膽酸的地方排掉 所以換句話說 可以降低我們肝臟這個負擔 三肝的藥物就分這兩類 一種是體質特異 對 這一款是屬於是過敏的 另外一款是過量 我們最常見的過量 就是吃普拿藤 千萬不要自己去西藥房買藥 那你就不知道 等到病發就來不及了 這在吃的時候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對於這個筍子的口感啊 吃起來會比較容易入口 而且呢 我們在其他 像在巴附那個醬汁的時候 會比較 它會比較容易入味 對對對 這是我們這個筍刺的切法 那再來就是花枝的部分 相信大家應該常常有去夜市吃 那個什麼青草花枝 對 那花枝真的是咬起來非常硬 這邊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花枝的一個切法 就是我們花枝剖開之後呢 這邊大概有兩個結的點 可以看一下有兩個結的點 你可能要這樣子 把它從這個結給它分成三塊 對分成三塊來切 對那這是 那個肚子那一面就是背面 這會有點膜對不對 另外那一面會有點膜 對對對 我們記得要切它這個肚子這一面 肚子這一面 那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切直刀 因為花枝的肉 會稍微比較厚一點點 所以你刀子要稍微深一點 對稍微把它開深一點 那這時候你再稍微把它轉過來 像我們剛剛切這個筍子的一樣 我們稍微斜度一點點 來這樣子下去 一刀不斷 一刀斷 一刀不斷 一刀斷 對 對 太厲害 好 這樣子 這是可以讓我 因為花枝的肉真的是非常的厚 你看它這個厚度 這樣就會嫩 口感你會好 吃起來口感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它待會入味八腹醬汁 也跟剛剛的那個筍花一樣 對 好 那我這裡已經都切好之後 我這邊花枝 可能要先用熱水 先做一個汆燙的動作 對 先放熱水裡面 然後稍微給它做一個汆燙的動作 好 稍微這個熱水不要太 水滾就可以了 水滾了 然後就把它關火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整個都開花了 非常的漂亮 很漂亮 對 它整個這個刺都已經開花出來了 對 那這樣汆燙多久 它會口感剛好先 其實我們看一下 它稍微有點變透明狀就要撈起來了 不能過老過死 對 因為我們還要二次烹調 所以我們稍微用浸泡的方式 我覺得花枝另外一個很難掌握 是火候 對 很多時候料理太久 真的才要硬 對 然後老人就會抱怨說很難咬 不過它切成這樣花刀之後 就是沒掌握好 也不會硬到你咬不下去 它先幫你咬了 其實下鍋你就跟它算 差不多三秒鐘 三秒 對 三秒就好了 好 對 三秒 大概三秒再加個兩秒 會比較好 這個 我問隊長不好意思 對 沒有 原則上 你有熱水夠熱三秒就夠了 對 因為你燒得不夠熱就要五秒了 這超過的 感覺水會有稍微降了兩秒 對對對 你硬要凹熱兩秒你知道嗎 台灣隊內後了 不會不會 教練這樣OK嗎 休息他要報仇 之前罵得太兇 他就要說回來 我心情已經累積很久了 終於拍我跟弱師傅同一場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就是蒜頭 稍微把它爆香一下 然後這個洋蔥片 對 一起稍微 給它做一個炒香的動作 對 那我這邊還有準備的 就是這個木耳 木耳也可以直接下去 這有像那個士林 炒花枝跟 對 但是炒花枝跟我說真的 因為可能吃起來會比較硬一點 就是剛才素心講 因為它都很大塊 都很高的 它都沒有幫你 它沒有時間幫你這樣子 切給它翹起來 是的 好 我們剛剛切好的這個筍刺 這個筍子也把它放下去 再燜炒一下 那我這裡會準備一個綠色的 這個叫做秋葵 對 稍微把它切開來 要把它切開 它現在放的東西都是 剛剛劉醫師講 顧乾好吃菜 對 然後還有這個一些紅蘿蔔片 而且它很漂亮 青色 紅白黑都有 所以紅蘿蔔有會掉花 對啦 實上也有看得到嗎 有喔 冠軍師傅不一樣 不一樣 好 那我這裡就是開始要加高湯 但是這邊有一個高湯比較特別的 就是用那個鹹做的高湯 對 大家可以來試喝一下沒關係 那我跟大家講 這個鹹的高湯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去市場買大概兩斤的鹹 大概兌一斤的水 我們是用秤重的來講的話 是兩斤的鹹對一斤的水這樣子 然後你大概放一點蒜末就可以了 然後下去用蒸籠 或者是電過去 電過蒸 大概一杯的水的量蒸出來 然後過濾掉 蒜頭也要過濾掉 加一點點的鹽巴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是原汁原味的鹹的高湯 對 自己做其實非常省錢 成本很省 超好喝的 很濃郁 而且不會腥耶 超好喝的 因為他有加蒜頭跟鹽巴他就不行了 對 要一點點提味 味道才會香 好 那我這裡開始 就是把我們這個高湯加下去 對 好 好 那這個時候火就可以開大一點 對 火稍微開大一點 然後來把食材燜熟一下 對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的這個秋葵 它開始會產生一個黏液了 對 產生黏液之後 你到時候吃起來 上面都會巴附著這個秋葵的這個醬汁 就吃起來口感會類似 有點在勾芡的感覺 就天然的勾芡 對 你就不用再另外去用太白分水 去做這個勾芡的動作 龍師傅這個養生料理 也可以拿去世界比賽 對 而且這個 其實我是說可以把這個夜市的一些 這個傳統小吃 健康化 對 好 那我這裡呢 就是剛剛所切好的這個花枝 對 然後呢 我這邊只要調一個東西 就是鹽巴 其他都不要再放了 其他的險金耶 險金等下大家一起喝 對啊 打鍋 攝影師他都很辛苦 你弄一整天了嘛對不對 他一直擔心那一鍋會倒掉 不是 我想說你煮這麼大鍋 怎麼放一點點還剩不掉 一口料一口險金啦 對 龍蜜翁其實在Cue我 Cue我剛剛都沒有 你們那邊都有喝到 我們這邊要顧乾一下 龍蜜翁覺得左右邊風水不一樣 他就是跟忠孝東路的邊面 那邊有陰煙的麵 對 那邊比較貴 我們這邊比較便宜 對 趕快 那我們這邊大概炒到什麼程度 炒到你看一下這個湯汁有沒有看到 變得稍微有點濃稠的感覺就可以了 就類似像我們這個勾芡的感覺 這樣子湯汁就非常好吃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囉 哇 黃師傅這個冠軍海鮮燈 對 對 對 口味冠軍健康冠軍 總算進步了 哇 得到我們可以拿去熟菜啦 對 對 對 他這個味道真的超讚的 因為其實你剛才有吃到 那個筍其實這樣切的方法 口感真的是非常好 對 這個花枝這樣也好吃 拿去歐洲啦 教歐洲人怎麼吃花枝 對 對 對 通常幫 而且整碗有滿滿的牛黃酸嘛 對 其實我們那個 現在牛黃酸叫什麼 我們講胺基酸很重要 牛黃酸是一個含瘤的胺基酸 那我們一般來講說要優質蛋白質 對我們的肝臟修復非常重要 好 那你看到很多的能量 什麼補起的一些飲料裡面含有牛黃酸 他就講說 OK 你熬夜壓力大的時候 我們牛黃酸會從小邊排掉 那相對來講對肝臟解讀會不好 那牛黃酸在我們海鮮裡面特別多 它這個裡面到我們肝臟以後呢 它會結合有害的物質 從我們膽酸地方排掉 所以換句話說可以降低我們肝臟這個負擔 那對肝臟的修復也蠻重要的 不過特別強調一下就是說 我們很多人講說我們這個肝病要吃蛋白質 蛋白質有完全蛋白質跟不完全蛋白質 什麼叫完全蛋白質 就是我們有一個叫做必需胺基酸的含的比例 那完全蛋白質來講的話 你必須含必需胺基酸 大概就35%以上 我們一般講我們剛剛講的蛋啊奶類 或者白肉海鮮都是有 那我很多吃素的朋友 他如果連豆類都不吃 只有吃米飯或是麥類來講的話 那個是不完全 它的量都很少 對肝臟缺乏是不好的 如果你想說我要吃膠原蛋白來補充蛋白質 對不起膠原蛋白裡面就是不完全蛋白質 裡面包括我們講的豬腳 這裡面含的膠質 那個蛋白質完全不完全 所以你要靠什麼補這個豬腳 補這個什麼膠原蛋白來補充蛋白質 這個在肝臟級別來講絕對不夠的 那對肝臟來講 什麼是優質好的蛋白質 哪一些是 對 像我們剛剛講說雞蛋 或者是我們白肉 雞肉 我們海鮮 海鮮像我們剛剛今天 我們這個龍師傅 這鍋裡面來講 那我們剛剛講 譬如說我們在額外有海鮮裡面 還有這個牛氧酸濃度特別高 那簡單講就不要只吃些什麼米飯 或者是麥類 或者是這個我們講 剛剛講迷絲 吃什麼膠原蛋白 我真的碰到有人說肝病了 比如說我要補充蛋白 我也每天吃一堆膠原蛋白 我說那不對啦 膠原蛋白只是三種胺基酸 就是肝肝酸 補胺酸 腔力補胺酸 那完完全不能達到我們所有完全蛋白質 修復的效果 那問一下蕭醫師 台灣人的肝不好 有一些人另外一個貨源來源 可能是亂吃藥物對不對 對 吃進去的都會有可能會傷到肝 病蟲口入 我記得我在台大的時候有碰到一個病人 他就是去吃一種香港腳藥 吃一吃結果猛爆性肝炎 等一下 那他香港腳非吃那個藥不可嗎 當時那個藥很剛剛出來 而且他吃大概吃兩個禮拜 幾乎都可以全部痊癒 問題是 所以他為了自香港腳 然後肝壞掉 對 猛爆性肝炎掛掉 問題是他自己去西藥掛掉 問題是他是 如果這個其實 對 但這個有很重要的事情是 第一 你是不是有醫師的處方 對 第二 你通常吃這個藥 他們要監測肝工人 要監測肝工人 他沒有 他應該是沒有 他自己在西藥房買藥 就吃到人已經很疲倦 不對了才送到醫院去 最後轉院轉到台大 他猛爆性肝炎 那他可以在西藥房買藥 表示這是成藥 可以很容易取得了是不是 對 其實他是處方藥 他不能自己去買藥的 問題就出在這邊 所以說藥物事實上 藥好好用可能是藥 但是不小心就變成是毒了 所以那個藥就對他不合適 那種藥是他本身體質不合適 可能一萬個人就一個 可是他就是運氣那麼好 那個人又剛好本身有逼肝 糟糕了 這個病毒性肝炎加上一個藥物 這個化學性這兩個加乘起來 就蒙爆心肝炎 所以我們一般人看病的時候 醫生要看藥的時候 都問你有沒有藥物過敏 對不對 那如果你剛好有米肝 你又剛好對某個藥過敏 你又不知道 然後你又吃 那搞不好就引發了 對 像是這一類 這一款是屬於是過敏的 另外一款是過量 我們最常見的過量就是吃普拿疼 那普拿疼什麼程度算過量 一公斤體重 你一天吃超過140毫克就過量 140毫克幾顆普拿疼 我們算一下一個60公斤的人 成140就8400毫克 大概就17顆 所以一般醫生看一天最多4顆 那什麼人會吃到10多顆 因為他不知道他吃到了 因為之前有一個案例是這樣 他除了吃普拿疼 他知道是普拿疼之外 他可能還吃了中和感冒藥 因為他就想說這個不好 那就再吃中和感冒藥裡面又有 然後他還有福冒熱飲 他想說好好喝 他說這個應該是維他命C吧 可是問題是他除了維他命C 他也有普拿疼的成分 所以他的情況是說 他以為他只吃了這個 可是事實上他是從各種 不同他喝的東西裡面 都吃到了同一種成分 對 所以三肝的藥物就分這兩類 一種是你體質特異 那個不小心碰到 可是一定要醫師處方 他會去注意 因為我們在開藥的時候 每兩個禮拜就會抽一次肝功能 有問題立刻就會停藥了 千萬不要自己去西藥房買藥 那就不知道 等到併發就來不及了 那接下來陸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又好的料理 是優質蛋白質來對抗脂肪肝 對 我這個料理叫做 輕鬆煮就是健康味道的一個來源 我們叫做四食材 三醬汁三配料 那何謂的三配料就是蔥 辣椒跟蒜頭 然後醬汁就是用紹興酒 然後用一點有機的辣椒醬跟醬油 然後再過來就是食材 我們用白肉 雞腿肉 然後一個杏鮑菇 還有我們的那個蘆筍 栗子 好 那它做法會非常輕鬆就是 因為它調味料也簡單嘛 那就很簡單 我們加上一點點的油 去爆這一個蒜頭 好 那我們這個下去之後 我們用整顆的蒜頭 好 大量的蒜頭 大量的蒜頭 我差不多十幾顆 好 然後我們先下去稍微爆一下 然後這個栗子我是有稍微用 就是蒸熟了 好 栗子我是有稍微用 就是蒸熟了 稍微怎麼蒸呢 就是用一次的電鍋的水 放下去蒸就可以了 然後水把它淹過 這樣子下去蒸 很方便 然後好了之後 蒜頭稍微爆香 用一大匙的油下去爆香 然後之後我們就放雞腿 好 雞腿切塊 直接讓它炒香 對 然後我們今天口感要好一點 我們就用仿雞腿 我今天是用仿雞腿 那如果你要 對 你要軟一點 你就用白肉的那個 就是肉雞腿 那你這樣子的話 有一點點油脂下去的時候 它會比較好炒 然後一定要把雞肉稍微把它煎香 那等一下它會再跑一些的油 可是我沒有把皮去掉 因為它皮的那個膠質還滿好的 因為尤其是在我們講防土雞的肉的地方 味道會比較 就是它的肉質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在爆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斷的要攪拌 你如果不攪拌的話 它很容易就沾鍋 因為我們火力啊 家裡的火力沒有像餐廳火力那麼大 你稍微努力一下把它攪拌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杏鮑菇就要下來 我這個會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不加任何的水 我只加差不多半碗的紹興酒下去燜 對 所以它的那個酒氣會比較香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 差不多都全部上色 我們把這個撥在旁邊 我們先下我們的豆瓣醬 這個是帶一點點微辣的豆瓣醬 對 一點點微辣就可以了 好 一點點的調味 對 一點點的調味 豆瓣醬牛腸有加熱 它的香氣不一樣 對 一定是不一樣的 你只要聞到豆瓣醬的話 它其實這一鍋就整個加分了 對 你加的調味料 就不用加的太多了 好 現在醬香炒出來了 對 然後我們就醬油就下去了 所以先炒醬香再放醬油 對 醬油下去 然後醬油下去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炒均勻 它就會上色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栗子 把它下鍋 栗子先下來 栗子下來之後 因為我們辣椒跟蔥 配它的顏色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稍微開火 讓它稍微滾一下 好 所以把醬炒香 跟把醬先稍微炒得入味 對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先把它蓋子 操作燜三分鐘 你還沒有加你的酒 對 等一下我們燜好之後 它會有一些水分跑出來 然後整個會有一點收乾 等一下再加酒氣下去 把這個我們的蘆筍把它蒸熟的時候 它的味道會更濃郁更香 那蘆筍不要下去炒 炒完之後那個蘆筍的味道完全是跑掉 它不會清澈也不會甜 那你做法的話 等一下我教大家一個快速的把蘆筍熟成 可是一定要讓它三分鐘 有一點點加熱的效果 好 師傅我們燜了大概三分鐘 都燜出香味了 來 我們剛才有沒有加水 沒有加水 為什麼出這麼多水 因為雞肉裡面有水分 然後菇裡面也有很多水分 因為菇的水分含水量是80% 對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說加了很多的水 那加下去它整個味道就會淡化掉 可是你 對 你現在看一下 所以你剛剛 唯一有水分的只有醬油 對 真的 那這個湯汁就是原味的雞汁 沒錯 跟菇汁 對不對 對 對 然後我們現在下去的時候 來 我們這個差不多平均半碗的 這個紹興酒 我們先加差不多一半下去 好 先加一半喔 然後下去之後把這個蘆筍 再下去 再下去 然後蘆筍下去之後把它鋪平 然後我們的辣椒 把它擺上去 然後再過來我們的蔥 把它這樣子簡單的鋪上去 重點 蓋上菇蓋 燜差不多一分鐘 它的筍汁又脆又甜 那一般要做這樣的一個蘆筍 都是汆燙之後 再下去炒 對 可是它的甜分完全不見 如果你用這樣子燜 它的甜度完全留在裡面 所以它甜度會留在湯汁裡頭 對 它顏色也會變得比較翠綠 也會比較好吃 所以現在是一個蒸東西 蒸鍋的概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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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這樣子蒸起來的食物 就會特別好吃 那剩下一半的紹興酒 就是起鍋之後再加上去 它才會有香味 因為我們沒有加白胡椒粉 去增加它的味道 我們用紹興酒 這樣的一個香味把它提出來 所以現在聞到完全是蔬菜的香 其實一分鐘你可以聞到 它有一點點蘆筍的那個香氣 好 那我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 有沒有 哇 好漂亮喔 有沒有 對 這就是真正可以吃到原汁原味的食材 而且這樣就蒸熟了 然後它的菜湯湯汁 都融合在這一鍋的湯汁裡頭了 對 對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加上去 然後加上去的時候 如果你喜歡有一點點酒氣的話 對 你這樣子就可以上鍋 對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就把它蓋上去 也是一樣 差不多幾秒鐘 對 差不多10秒鐘 20秒鐘 煮一下之後它酒氣就慢慢淡掉 它的味道就很好吃 這一鍋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哇 若師傅的蘆筍燒雞腿好好吃喔 然後我覺得若師傅的這一道真的 我覺得這個蒸蘆筍的方法 大家可以學 因為以往我們常常不小心那個蘆筍 真的炒起來就很像那個甲稻草 尤其外面那一圈 然後就很老 它這個真的又爽脆 而且又清甜 然後整個那個防土雞的雞腿 就是很Q彈 就充分顯示出 蚕土雞的那種特色 就是Q彈的口感 然後栗子很香甜 然後我覺得連那個蒜頭 都可以整顆吃下去 那為什麼在這個護乾的料理裡面 特別會放上蘆筍這個東西 主要就是取決於說 蘆筍裡面有一個東西叫骨光甘苔 那他都知道骨光甘苔是我們肝臟 在解毒裡面很需要的一個物質 因為肝臟它的一個酵素系統 在代謝的時候 他就需要他來幫忙 所以如果你能補充相關的骨光甘苔 其實對你肝臟的風險是可以降低的 那另外大家都知道 韓國人很愛喝酒 所以他們有針對那個蘆筍 和蘆筍葉的萃取物 對於宿醉有沒有過用 他們有去做研究 發現是有一些幫助的 所以發現各國都會發展自己的 那怎麼樣對抗宿醉或解酒 台灣就會有什麼牛樟枝什麼 或者是什麼 那他們韓國就是說 這個蘆筍跟蘆筍葉就很好用 那蘆筍蘆菜 真的是營養健康又美味 那蕭醫師 這個弱師傅也有感於他的腰圍 真的要控制 好像聽說脂肪肝減肥前減肥後 那個肝臟超音波一兆真的差很大 沒錯 脂肪肝 我想這張圖可以很清楚看出來 上面這兩張圖是減肥前 下面是減肥後 那這個是超音波圖 這個白白的是肝臟 這個橢圓形是黑色的 這是腎臟 你看下面這也是腎臟 可是肝怎麼這個是白的 這是黑的 這是減了12公斤 好 那我們做這超音波之後 立刻馬上做切片 我們看這肝臟切片就白白白白白 這是肝臟裡面的油滴 這是油花 對 這是油花 對 減肥完以後 減肥完以後我們看這肝臟 油花就完全消失了 變鯉肌這樣不行了 變鯉肌 對 上面那個是粉肝啦 上面是茶肝 沒有啦 這肝臟就沒有硬掉 茶肝是肝硬化 這是一般肝 對 這個真的半年 時間是半年那12公斤 就完全就好了 那當然肝功能從異常就變正常 就是減肥前後 所以你剛才會提醒 這個油脂肪肝的患者 可能體重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沒有錯 那當然我們脂肪肝是分成 酒精性跟非酒精性 所以非酒精性就是肥胖症 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症 還有某些藥物會造成 但是酒精性的話就是喝酒造成 那只要戒酒就好了 所以非酒精性大概就是 減肥是最重要 是 那節目最後劉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丁寧 是的 我們今天講肝臟的保養 其實你如果有任何的肝臟疾病 一定要跟肝膽探望醫師 密切地用超音波或抽血 來追蹤你的肝臟狀況 那除此以外呢 我們在平常生活的狀況 第一個不要隨便熬夜 第一個盡量不要喝酒 第三個盡量不要隨便吃橙藥 然後在食材來講 我們既然用天然的食材 包括我們今天講過了 含有這些抗氧化的蔬菜水果 以及海鮮的白肉等等之類來講 對於我們的肝臟修復是很有幫助 除此以外的話 只要善用這些很好食材 對我們的肝臟保健都是非常好的 好 謝謝劉醫師丁寧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剛剛好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曼曲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我們的臉書不定期也會有各種直播跟分享 這裡的活動分享給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